在南宋開慶元年 有一天皇太后突然生病生的很嚴重 到後來呢 臥病不起 眼看生命岌岌可危 而朝宗太醫皆束手無策 皇帝只好讓人張貼告示 廣征良醫 誰只要能治好皇太后 就次官重賞 後來呢 有許多名醫應招入宮 但也都沒辦法治好皇太后 直到有一天 有個穿白袍的醫生 接了皇榜入朝拜見皇帝 如果你跟我老婆一樣 時常抱怨很多國外影集 Netflix上都無法觀看 就來用SurfShot VPN吧 好生氣喔 我怎麼都不能看 SurfShot在全球超過100個國家 設有3200台伺服器 讓你想去哪就去哪 突破區域限制追你想看的去 欸 我想在國外網站上買東西 但又怕個資外洩 該怎麼辦呢 使用SurfShot VPN就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老婆想要在國外網站購買東西 卻怕個資外洩的話 使用VPN可以匿名化您的網路連線 進而減少這些公司 收集到關於我們的資料喔 SurfShot還有最安全的加密技術 和VPN安全協定 讓你在連接公共Wi-Fi時 不會被駭客攻擊 內建的Clean Web 還可以擋掉腦人的廣告 阻擋追蹤器 更厲害的是 只要擁有一個帳號 就可以在其他的裝置做使用 有了這個酷東西呢 就可以自由暢所各大網站 不囉嗦 點擊下方連結 或輸入優惠碼 RJUN 還多送三個月喔 還有30天退款政策 你還在等什麼 趕緊來紅老婆開心就對了 哈囉大家歡迎回來 今天我們來到的是 紅毛港飛鳳寺 那在這邊呢 因為我們信榮公喔 他其實是在大陸帆船那邊 然後遭到颱風 遭到颱風之後呢 飄來到本庄的前海灘 在那邊擱淺 那信榮公我去託夢給我們兩位姓陀 一位是我們紅萬法 另外一位是紅教 兩位兄弟 在晚上託夢的時候呢 這兩位兄弟 他們就冒著暴風雨 來去我們海邊 將我們信榮公贏車回來 我們信榮公回來的廟之後呢 因為就是 我們信榮公很平的嘛 日見鼎盛啊 所以最後我們館姨媽 就是決定把主委給我們信榮公 所以我們飛鳳時現在的主行就是我們信榮公 不過一定一位主行是我們的館姨媽這樣喔 現在呢 位在是我們紅毛港飛鳳寺裡面的 台灣第一聖請 那上一次其實在我們訪問土庫鳳三世的時候 那廟方人員就有跟我提到說 我們台灣第一請是在我們紅毛港飛鳳寺 那趁著這一次來高雄的機會 來向大家開箱我們紅毛港飛鳳寺的台灣第一聖請 那在前面的時候 我也有把揹向我們信榮公 還有向我們廟應先飛清洗啊 那就是有自我聖杯 那就是同意讓我進去裡面拍攝這樣 那在這邊這個聖請的作用啊 也是說我們可以求身體健康啊 或是求事業求學業或是求子都可以 那就是你來這邊 那像我們信榮公 還有像我們廟應先飛請示 就是向他們訴說你想要求的事情 然後在這邊擲杯 那只要擲到一個聖杯 他們有同意的話 你就可以進去我們聖床裡面坐著 然後也是祈求希望你所祈求的事情可以順利這樣 現在帶大家看到的是 我們在我們內甸這邊有一尊白馬跟馬夫 那這個由來其實是因為我們紅毛港飛鳳寺 有一尊非常特別的神明 雖然說他也是廣澤尊王 但是他有另外一個稱號叫做白袍聖王 那像我們內甸這一尊前面的這尊白袍聖王啊 其實是後來新雕的 在我們裡面有一尊開機的白袍聖王 那這邊其實有一段小故事喔 剛剛我們廟公有向我說到 其實我們紅毛港飛鳳寺啊 在往年信榮公聖誕的期間 都一定會前往我們福建南安的鳳山寺 那邊參加就是祝壽的活動 那邊祝壽完之後呢 大家都會去擲杯請示 就是是否可以將那尊神明引請回去 那當天的所有人其實大家都擲沒杯的 但我們紅毛港飛鳳寺的廟方人員啊 他們當時其實是沒有去參與擲杯的 只是後來因為所有人都擲了一次 所有人都是沒有杯的 那就有人像我們飛鳳寺的廟方人員講說 就是你都難得來到我們鳳山寺一趟了 那就是也去擲看看嘛 結果我們飛鳳寺的廟方人員去擲了之後 就直接三個聖杯 那其實我們這尊白樊聖王他非常特別的是 他其實已經上百年 算是國寶古蹟了 對那其實我們飛鳳寺 當初擲到聖尊之後呢 其實是先供奉在我們鳳山寺那邊 是還沒有引請回來的 那在經過幾年之後呢 鳳山寺那邊的廟方人員有打電話回來 這邊通知我們飛鳳寺就是說 我們那一尊聖王公有要引請回來嗎 因為如果沒有要引請回來的話 那邊的文物局就要把這尊神明 然後請去文物館保存起來 當作國寶這樣子 說也巧啦 我們飛鳳寺的廟方人員在清洗我們信用公調喔 那也決定要將我們白袍聖王從鳳山寺引請回來 很剛好的是說 我們飛鳳寺的廟方人員 去將我們白袍聖王從鳳山寺引請出來沒多久 文物局的人就直接去到鳳山寺裡面 要去把神尊請走了這樣子 那今天也非常榮幸就是可以近距離看到我們白袍聖王的開機神尊 那在這邊也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為什麼會有白袍聖王這一個稱號呢 在這邊以下有一個故事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南宋開慶元年有一天皇太后突然生病生得很嚴重 到後來呢臥病不起 眼看生命岌岌可危 而朝宗太醫皆束手無策 皇帝只好讓人張貼告示廣征良衣 誰只要能治好皇太后就次官重賞 後來呢有許多名醫應招入宮 但也都沒辦法治好皇太后 直到有一天有個穿白袍的醫生 接了皇榜入朝拜見皇帝 當時皇上見他相貌堂堂 目光炯炯談吐不凡 一看就知道不是個等賢之輩 當下呢他拔了麥開了藥方 讓皇太后服下靈丹妙藥之後 過沒多久皇太后便大汗淋漓 當下便感到舒服了許多 服藥三日呢病情日漸好轉 服藥五日就已經能起床走動 服藥七日病就都好了 皇帝借此非常開心便詢問到 神音尊姓大名家居何地 白袍醫生說福建南安郭山人也 說完便不領獎賞也不說姓名 就告辭而去了 後來呢皇帝已經多方探查 才知道福建南安鳳山寺 有成郭山廟 郭聖王呢是郭山人 常騎著白馬身穿白袍做好事 皇帝便想自然就是 郭聖王前來皇宮治病了 於是呢便加封 威政中印符會威武英烈廣澤尊王 這就是白袍聖王的由來喔 好啦那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啦 非常感謝我們妙方人員的協助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麻煩幫我訂閱按讚及分享 下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